雲林警方成功煮假 二十三號下午 遊民女子來到雲林 麥寮郵局表效 匯款十萬塊 給跨國的總裁男友 行員當下就察覺有意報警處理 警方到場之後 發現這匯款 賬戶就是疑似人頭 賬戶不對勁 請女子撥的電話 直接和疑似詐騙集團的成員 來對話 釐清對方的身份 同時在場苦苦相勸 終於讓這名女子打消 匯款的念頭保住了十萬塊 你要匯錢給別人是不是 對方是贏的誰 雲林台西警方來到麥寮郵局 因為行員通報 有女子恐遭詐騙 警方到場為了釐清民眾 要匯款給誰 還直接跟疑似詐騙集團成員 現場通話 大哥你好 我發出手 你跟這個小姐是什麼關係 他要匯十萬給你 為什麼 我不確定是不是詐騙集團 警方表示 女子是在交友軟體認識 對方男子假冒 跨國企業總裁以投資為由 要求女子匯款新台幣十萬元 但員警一查匯款帳戶 疑似為人頭帳戶 根本不對勁 還在現場對女子 消以大意 我最近售離一件一百六十幾萬的 你會香港要幹嘛 所以你要考慮看看 因為會出去就拿會回來 那個小姐被騙了一百六十幾萬 要求匯款新台幣十萬元 且受款帳戶為人頭帳戶 圓警向甘女子分析各種詐騙手法 假交友投資 甘女才行物 多快圓警苦苦勸導 女子最後終於打消匯款念頭 保住十萬塊錢 也成功阻炸 解方忠誠 雲林報導